Francis 今次不如跟大家說說看起來好像很遠 但其實又很貼身的Green Tech 綠色科技 好 這個這麼熱門的話題 怎麼都要跟大家說說 近年因為氣候變暖失衡 國地政府都開始關心環境保護 甚至將環保可持續發展立入法規 鼓勵企業和市民齊心減碳排放 希望可以改善到氣候問題 長遠一點都對我們的生活都很有影響 所以你說Green Tech 看來很遠 其實又是很貼身 我也很認同 我在環保上都有略進免力 例如做分類回收自備救物袋 但是說到Green Tech 我知道的東西 都是流於可載生能源上面 即是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 我知道 香港還有出產生物可降解口罩 水溶和生物可降解膠袋 應該都是Green Tech 了吧 咦 你都知道不少 其實現在的Green Tech 涉及的範圍真的很廣泛 甚至去到供應鏈層面 即是現在用的一部電腦 一隻Mouse 一封便油 都可以和Green Tech有關的 Green Tech有高速的發展 和1994年生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干擾公約 有最大關係 公約到了2015年 達成了最具紅心的巴黎協定 各地參與的政府都承諾 控制氣溫增幅是不超過攝氏2度 或者更加進取的1.5度之內 這個協定也得到全球不少企業支持 特別是科技公司 透過各式各樣的技術發展綠式科技 希望做到守護地球永續發展 所以這些科技公司 就在供應鏈上引入Green Tech元素 透過產品推廣減退意識 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現在有不少電腦 電子和周邊產品都有環保元素 最常見的就是用一些再造物料來製造 好像這隻稱為Ocean Plastic的滑鼠 它的外殼就用了20%海洋回收的塑膠來製造 相當於半個16盎司的水瓶 用海洋回收的塑膠做滑鼠 為何又算是綠色科技呢? 根據微軟的資料 在海洋打撈回來的塑膠特別骯髒 這些塑膠沉在海底裡超過半年 污漬有多嚴重可想而知 同時這些海洋塑膠因為受過高溫 紫外線照射 受水分和鹽份浸過而變質 而用在水瓶的聚枝物料 因為容易變形、不耐熱、吸濕力較高等等 就較少用在電子產品上了 所以微軟的團隊就要找出解決方法 最後研發了一種將PET和聚碳酸GPC塑膠 結合而成的樹脂混合物 來製造滑鼠外殼 這些新的混合物正正就是綠色科技的一種 另一間電腦設備生產商ASA 在可持續發展上也有很明確的目標 例如希望使用100%可再生能源 採用綠色產品設計、減少產品包裝 以及使用更多回收材料 在生產過程中盡量減少破壞環境 AspireFail就是ASA第一部以環保永續為概念的手提電腦 機身和鍵帽採用了大量PCR可循環再用的塑膠 而且不用油漆機殼 包裝也全面使用了100%可回收的物料 外盒又用了85%再造紙製成 還用了環保的大豆墨水印製 就連插頭上的塑膠保護套、膠袋 也改用了紙套代替 他們為了將可持續發展的信息帶給用戶 還反轉了鍵盤上的E和R 帶出3R概念 即是reduce、減量 reuse、重複使用 recycle、回收再造 提醒用戶多些注意環保 面對氣候無常 每個人都有責任對地球、對環境好一些 而我們除了要做好垃圾分類 救物的時候 都可以多些考慮有綠色元素的產品 希望大家可以多展現 大家可以多展現 我們下次再給我 最喜歡的 說明 我先把環保護套 我先把環保護套 拿來 我先把環保護套 我先把環保護套 我先把環保護套